今二世有三年春 其侯伐宋 为婚 下五月更吟 宋公资父族 丘 楚人伐臣 东时有一月 起子族 传二世三年春 其侯伐宋 为民 以讨其部与蒙于其也 下五月 宋香公族 商于红固也 丘 楚城的陈帅师伐臣 好其二于颂也 遂取交 以 成顿而还 子文以为之功 使为令隐 书伯曰 子若国和 对曰 无以敬国也 夫有大功而无贵事 其人能敬哲于有己 九月 敬惠公族 怀公命无从亡人 七 歇而不至 无涉 胡秃之子毛几眼 从崇尔在秦 扶赵 东 怀公之胡秃曰 子来则免 对曰 子之能是 父教之中 古之至也 策明伟至 二乃辟也 金臣之子 明在崇尔 有年术矣 若又赵之 教之二也 父教子二 何以示君 行之不烂 君之明也 臣之愿也 隐行已成 谁则无罪 臣闻命已 乃杀之 不言称即不出 曰 周疏有之 乃大名符 己则不明而杀人已成 不亦难呼 民不见得而为路事文 其何后之有 十一月 启成公族 书曰子 其 义也 不疏明 为同盟也 凡诸侯同盟 死则父以明 离也 父以明 则亦书之 不然则否 辟不明也 禁公子 崇尔之急于难也 禁人罚诸蒲成 蒲成人欲战 崇尔不可 曰 保君父之命而 想其生路 于是乎的人 有人而笑 醉莫大焉 无其奔也 遂奔敌 从者胡眼 赵衰 颠邪 为无子 司空济子 敌人乏色旧如 或其二女 书尾 济尾 纳朱公子 公子取济尾 生伯书 书流 以书尾妻赵衰 升顿 将是其 为济尾约 待我二十五年 不来而后嫁 对曰 我二十五年已 又如是而嫁 择旧穆焉 请待子 树敌十二年而行 过位 未闻公不理焉 出于五路 岂时于野人 野人与之快 公子怒 欲编之 子范曰 天赐也 鸡手 寿而载之 及其 其还公妻之 有马二十成 公子安之 从者以为不可 将行 谋于桑下 残妾在其上 以告将是 将是杀之 而为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 其闻之者无杀之以 公子曰 无之 将曰 行也 怀与安 十拜明 公子不可 将与子范谋 罪而浅之 行 以歌主子范 及曹 曹共公文其偏邪 御官其裸 御 伯儿官之 西复基之 七曰 无官尽公子之 从者 皆足以相国 若以相 夫子必反其国 反其国 必得志于诸侯 得志于诸侯而诸无礼 曹其首也 子和藻资二焉 乃愧盘响 至碧焉 公子受响返弼 即宋 宋相公赠之以马二十成 即正 正文公义不理焉 书瞻建约 陈文天之所起 人福吉 也 进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将建诸 君其理焉 男女同姓 其生不凡 静公子 积出也 而至于今 一也 离外之患 而天不静静国 代将起之 二也 有三世族以上人而从之 三也 静 正同侪 其过子弟 故将礼焉 旷天之所起乎 福听 吉楚 楚之想之 曰 公子若返禁国 则何以报不古 对曰 子女玉伯 则君有之 与毛齿阁 则君地生焉 其波及禁国者 君之于也 其何以报君 曰 虽然 何以报我 对曰 若以君之 零 得返禁国 静 楚之兵 玉于中原 其辟君三赦 若不获命 其左直鞭米 右属高剑 依与君周旋 子欲请杀之 楚子曰 静公子广而简 闻而有礼 其从者速而宽 忠而能力 静侯无亲 外内恶之 无闻畸性 唐书之后 其后衰者也 其将由静公子呼 天将兴之 谁能废之 唯天必有大救 乃诵诸秦 秦伯纳女武人 怀银与烟 凤也活冠 继而挥之 怒曰 秦 静疲也 何以悲我 公子聚 降伏而求 他日 公享之 子范曰 无不如衰之闻也 秦始衰从 公子复河水 公复六月 赵衰曰 崇尔拜祀 公子将 拜 七首 公将一级而辞焉 衰曰 君称 所以左天子者命崇尔 众而敢不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